与Repository的对应关系 CBS可以做一个多对多的对应关系 SBN则是一个Repository 它有提供多个不同的公众目录 但是一个公众目录则是对应一个Repository 虽然可以更改Repository 可是它的要求还算蛮严格的 这是一个SBN跟CBS的比较 后面还有 对于Repository存放的方式 CBS它是完全以使用者可见的方式来做一个存放 用户跟许可权的管理 CBS则是管理员很难清楚地知道一个项目 到底有多少个用户 每个使用者的许可权跟密码都只能用分组的方式来做一个管理 等于说CBS对于许可权是属于比较不清楚的动作 SBN它本身就是提供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查看 就是只要透过查看跟修改设定档 就可以做一个许可权的控管 再来介绍GIT的部分 GIT是什么 以之前讲过的一些班门控制系统 再做一些比较简单的review RCS是最早出来的修订控制系统 它本身的特点是简单 而且可以使用Lock机制 来防止多个开发人员 对同一个档案进行修改的动作 CBS则是建立在RCS基础上 目前是比较流行的一个半门控制系统 主要是使用单一的review 然后补向RCS会依赖多个不同的目录 那它最大的优点就是 可以让多个开发人员对同一个档进行修改的动作 那SBN则是 因为CBS只能对档案做一个半门控制 不能对目录做一个半门控制的一个动作 所以SBN它就提供了一个 可以对目录做一个半门控制的一个改良 然后原始性提交就是刚才说的一次性提交的动作 那GIT它本身是由Linux 刚初是为了更好管理Linux 所开发的一个半门控制软体 那它跟常用的一些半门控制工具不同的地方 是它采用了分散式的半门交互的方式 那不必有server的软体资源 那连原始程式码的一些发布或交流也 跟之前的比都还算蛮方便的 那就是它速度问题 它本身的速度算蛮快的 那它比较出色的是它的一个合并跟合并的一个能力 那它本身会比较适用在一个分散式的开发专案里面 那这是它的一些历史 那它一开始是为了作为一个可以被其他前端包装的一个 后端所开发的一个东西 可是后来随着不断开发 它现在已经成熟到可以独立做一个半门控制的一个管理 那这是一个它比较基本的一个指令的格式 然后如果你是在Windows下用Git的话 它有提供一个GUI介面 可以让你比较方便操作 就不需要对这个指令有太多的记忆 不过我们还是稍微看一下 那它现在 这之前的资料 现在大概有137个指令 不过目前还在持续增加中 那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些 那好 那这里是别人依各个功能的 然后把Git指令做一些分类的动作 像是有Local端的操作指令 或者是对原单Repository的操作版本分支 还有合并的一些指令 那然后再来是 就是remotely是操作及维护版本的一些指令 然后最后是对版本做比对的指令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那稍微介绍一下那个 Git branch的一些 一些一些 那现在稍微介绍一下 为了产品release需求 或者是一些带有时间性质的变更 比如说你想写新的一些演算稿 或者是重构程式码的话 你通常就会从原本的组织线 开一个branch出来 然后做修改 最后再丢回组织线里面做merge的动作 或者是为了你想对主要的生产流程 提供额外的子功能开发的话 通常也会先利用branch的功能写出来 最后再丢回去 git merge的方式 它有分成四种不同的方式 一开始就是try merge 它是一个绿色的合并模式 它会把全部被合并的branch commit 记录加上一个merge commit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第二个方式它是 它不会有被合并的一个log在 第二个是sdn的一个merge方式 那 git 通常就看使用者 会想选择哪一种方式来做使用 那第三种就是 单纯 最单纯的那种合并方式 然后 那就是利用replace 变更branch的分支点 那replace的话 replace它指的是一个分支点变更 或者是重新见机的一个动作 那git它提供的replace指令 可以让你在本地端分支修改分支点到一个比较新的版本 那比如说就是某个人在开发一个新产品的功能 那本地端分支现在可能已经目前是到11.2这个版本了 那你就从 那你要研发新的功能就 开一个branch出来 然后 你发展过程中 你自己是已经研发到 呃 诶 研发到CEO部分 那如果 在这个时候本地端已经 那个 社会端那边的版本已经 已经更新到C4的话 那 你可能就需要把 C2到C4之间的变动拉回自己的LOGO端来做一个 那个版本的一个空管 那这个就是replace的一个功能 那像其他系统中 那个通常会使用merge来合并C4跟C6的一个分支移动 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架构出来 那 merge可能是 比较好 但是但是如果你是把焦点放在 以过去状态的重置能力 或者是 focus在一个 比较简单的 那个软体改版记录的话 那通常就是会用replace 来做一个 翻门控制的动作 那 git的replace 它是 允许让过去一个 为连续的异动记录可以连贯起来 然后让异动的记录可以简洁一点 那 看这个图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它从头到尾 那它经过replace 之后从头到尾 就只有同一个 那个 生产线而已 那正确的说就是replace 这个功能它是 其实就是把 旧版本的所有异动 然后提交到 新版里面 那 它 replace 就是可以让 提供使用者可以安全的支持